OK,我们呢,学到了这个地方,很棒 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我们都避开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7点,有没有在时速走上的问题 假设你在积分,刚刚好就积到时速点上面有7点,那你怎么办 对不对,哦,我还没有举例子的,来来来来,我们来算一题例子 好,来,请计算一下 等于多少 OK,根据这个呢,我们就知道 它可以写成为 k平方再加上x平方 乘上cos的sx dx,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它进化成 前面这个不动 后面呢,可以去real part的什么东西 exponential is 这边我通通把它改成为z dz 我可以写成这样 之后的结果呢 因为是cos sign,我就等于负的 2pi submission 上半部 的这些residuals 的虚部 这样就好 所以我只需要把这个residual算出来就好了 到底有多少是在上半部 这个一看就知道什么地方它有pull z在哪边有pull z在 正负ik的地方有pull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呢 z1 等于k z2 等于-k 你告诉我哪一个在上半面 第一个 对不对 只有第一个 上半平面 所以我们再考虑它就好了 所以等于负的2pi 我只要一个嘛 一个那就根本就没有什么 imagine 这个动作呢 先放在外头 那里面呢 求取它这个东西 在k的 的这个 流速 那最简单的一个办法 就是上面呢 把k带进去 exponential isk 底下 微完分之后 把k带进去 微完分之后 前面不见了 后面变成2z 就变成2z 就变成2k 取虚数的部分 虚数的部分是什么 是sine i sine sk 现在就只取虚数的部分 那i就去掉 就变成sine了 就变成sine的 sk 除以2k 消掉消掉 负的 pi除以k sine的sk OK 对应该是这样 好 那么假设 我现在同心再做一次 只不过现在 我把上面变成为sine 是不是完全一样 只是很相似的 我把它变成为 最后面可以写成什么呀 负的2pi sumation sum 所有上半平面的 时数部分 抱歉 这边是正的 时数部分的什么 residue 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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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以k平方 再加上z平方 那一样 这个上半部 就只有z等于k的地方 OK 所以呢 sine就带成 抱歉 这边就不是带成sine 但是exponential i 上面带exponential isk 底部呢 微完分之后 变2z变2k OK 这有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要取时数 pi over k 时数是什么东西 是不是取时数 cosin sk 是这个样子吗 我弄错了一件事情 因为这边有i啊 我怎么忘了成绩呢 对不对 我们说是正负ik呢 我竟然把i忘了成绩呢 所以这边常常i 变成负的 对不对 isz变成负的sz 然后这边ik 只取时数部分 那是维持exponential 抱歉 所以这边时数呢 维持 提上来变成i 负i负负的正变正的 变成正的 exponential 负sk 除以2k 22消掉 还是等于pi 除以k exponential 负sk 应该是这样子 sorry sorry 那么这个地方呢 也弄错了 这个地方对 带进来的结果 会变成为ik 带进去 负的sk 然后呢 下面呢 有虚部 所以这个只有虚数嘛 根本就没有时数部分 0 OK 这样子才对 好 我们最后一个 我们要把这个部分结束掉 type 4 现在呢 假设 我们要求个积分 但现在有个问题 很重要的问题 7点 在 十 数 周上 在哦 好 请问一下 现在怎么办 我面前碰到这个积分 我们总是很直觉的 我们当初看到一个积分 很直觉的 我们把它转换 直接 把它写成Z 这样子来积分 那既然是 在Z轴上面 Z的一个积分 它事实上 是个时数轴上的积分 从这个地方 GGGGG到这个地方 对不对 那我说 为什么 既然这个要逼近到 无穷远 我干脆 让它从这边回去好 这样就形成一个 loop的积分 我就会变成一个loop的积分 那做法就是 假设这个地方呢 是有限距离 我就把它变成第一段积分 R呢 就把它逼到无穷远处 第一段积分是负R到正R FZ DZ 对不对 这是X 再加上 S段的 的积分 我希望可以达成这样 这是我们当初的一个很基本的想法 然后就一路坐下来 只是后面这一项会变成零而已 那前面这个 几个积分 就看看这里头有几个Paul就好了 但现在有个问题是 我们当初讲这些都很重要 是FX在这个走上不能有奇异点 现在好死不逮了 你偏偏就是在这边有个奇异点 怎么办 以后女孩子要结婚那天是最漂亮的那一天 就偏偏在前一天的时候 鼻子间冒出一颗特大号痘痘 哇 那这下晚了 不晓得应该怎么掩盖 对不对 这是粉霜不只是涂了 可能要 鼻子变得比较 比较坚挺一点 但是不能笑 因为笑会整块掉下来 所以很糟糕 对不对 或者是男孩子那天要结婚的时候呢 刚好呢 这个旁边也冒出一个特大号痘痘出来 哇 那就完了 那怎么办 我们来想想看一件事情 假设你今天做一个积分 随便了 我给他负五到正五就好了 你怎么积分 你先画画看 x分之一是什么意思 这是f of x f of x就是x分之一 你是不是这样 这边是到无穷 无穷远的高度 然后你从这边积分到这边 就算无穷大吧 告诉我面积多少 你怎么积分 因为零的这一点 x分之一是无穷远的 简单的做法 你就把它取个log嘛 对不对 自然log嘛 自然log有负的嘛 有没有负的 你说这个简单啊 x分之一的 dx的积分 不就变成long x吗 简单嘛 对不对 好上下先一带进去 脸都歪掉了 五带进去 我知道等于什么 负五带进去 long的有效区间在哪边 零以上 哪里有负的 有这种解吗 这根本就没解啊 对不对 没有解啊 但是假设你只要能够避开这一点点 也无伤大雅 比如说我从这边挖一个很小很小的洞 把这个挖掉就好了 这个洞小到啊 对整体没影响 就好了 假设可以这样子 我我可不可以解决 所以呢 假设可以这样子 我们要怎么做 我就跑到这边来之后啊 来个急转弯 绕过你 然后继续走 反正 你算了 限积分的意思 就是你去算这个面积嘛 这面积这么大 我挖掉这么一小点 算了啦 假设你刚好鼻头冒出一根小小粉刺 谁理他 这么小的粉刺耶 对不对 我随便抠一下就把它抠掉了 皮肤看起来是很光滑细嫩啊 对不对 无所谓嘛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子做 这样做当然不是等于本身 但是非常类似 对不对 你的另外一半 不会因为你把粉刺抠掉 他就不认识你的吧 对不对 他又不是靠粉刺来认识你的 所以呢 你发觉这样子做 好像也不伤大雅 那我们就用这样子来 计算 他的一个趋近值 看看结果怎么样再说 OK 比如说好了 你说黑洞 黑洞是什么 你看重力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重力是质量 质量 只有正的 没有负的质量 对不对 那个叫反物质 对不对 但是一般我们 真正的物质 具体起来就是物质 所以物质可以无穷累积的 假设我们太阳今天这么大 为什么太阳叫做这么大 为什么会有size 理论上它一直吸 一直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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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就吸进去啊 那为什么会维持这样子 因为它热嘛 热气体分析要跑啊 就会撞出一个空间出来 这叫太阳的大小 对固体而言呢 就是原子跟原子当中 间接所造成的排斥力 跟吸引力达成一个平衡 你才有一定的大小 但是当重力大到后来 你这个电的排斥力 都没办法抵过它 它就崩溃了 这一崩溃就一路缩到这里面去啊 对不对 假设你够大的话 好 这下子没有力量可以抵抗你 他一直说说说不见了 什么叫做不见 你有看过一个叫不见的东西吗 不见你还看得见吗 所以不可能嘛 但是这个质量的特性 维持在这个点上啊 它外围的引力 还是一样啊 假设太阳变成黑洞 我们有没有感觉 假设你眼睛闭起来 有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 因为只是没有光而已 没有热而已 它引力还是一样啊 我不会因为它变成黑洞 我就觉得被它吸进去 不会因为这重力还是一样 重力是跟质量的大小有关系而已 跟距离 距离都已经固定了 质量大小它又没有变 管它是太阳还是黑洞 我们距离都一样 所以假设我们来考虑这个现象 只有一定的范围之外 我们觉得都可以接受 叫approximation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approximation 假设可以接受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一些 基本的物质的特性 用你这样来描述 也差不多 所以一个物理人 最重要的一个能力 就是在于approximation 您怎么把一个复杂的问题 第一个 第一个能力 要分解 我已经告诉各位 N次的 我们碰到东西 先把它给拆了再说 所以你碰到一个问题 不管你以后 去做管理的问题 或经贸的问题 你把一个复杂问题 先把它分开来 几个因素 一个一个因素解决 假设其中一个因素 很复杂的 我们就approximation 看看能不能找得到 它大致上的特性 那它可以解决80%的问题 90%的问题 那这样子 你就很棒了 就够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假设可以把它挖掉 很棒 这样子就好 那我们就针对 这样挖掉的现象 我们来看看 我们equation会变成什么样 所以当你把它挖掉 你这本来的积分是这样 当你把它挖掉之后 这个时候 我们叫做 the principal value 你的计算 只是叫做计算 它的principal value 我们真正开始之前 我们要先做一个 很简单的东西 好 我把这个地方 擦掉 这个图呢 我留下来 我们要积的是这个东西 那么 这个时候 我可以怎么做呢 我可不可以说 我把这个积分分成两段 一旦是左边一直积 积到快到这个 这个7点的时候 然后再从7点的另外一段 积积积到无穷远 所以我将它写成这样子 a呢 积到a减掉option 再加上呢 a呢 从option的这一段呢 积到b 对不对 假设呢 我现在先写有限好了 其实无所谓 看你要怎么写 真正我们计算的时候 会去计算 无限的 OK 我先 因为这是题目 我维持原来无限 然后这个地方 我把它写成有限 我所需要做的是 limit 把你趋近的程度 逼近到零 我就先这样做做看 记住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它可能不会相等 不会相等 所以这个时候 我可能要画一个近视纸 这个呢 我们叫做什么 the call g principal integral OK 就这个积分的principal value 有些时候我们会写成 principal value of 这个积分 我们会这样子写 OK 打个比方 我们刚刚不是已经算了吗 已经算了 那个 我把比方写在这边 请你计算一下 一个积分的principal value 你晓得x三次方分之一 x在零的这一点没有意义 它发散 但是我计算principal value 我就避开这一点 我怎么做呢 我就让limit epsion 趋近于零 把它分成两段 第一个 负一到 负的epsion 第二段呢 正的epsion 一直到正一 对不对 那这些都可以积分啊 这个积分变成多少 负三x四次方分之一 对不对 等于负三 这limit保留 负三x四次方分之一 我从负一到负epsion 再减掉 三x四次方分之一 从epsion到一 带进去一计算 结果等于零 刚好互相消掉 因为这一看就知道嘛 这是积函数嘛 两边的面积 你一定刚好 互相cancel掉 但是呢 你不这样子做 你直接做 你根本就积不出来 OK 因为你知道 它在这一点是发散 它本身的积分 是没有意义的 你要完成 当然你可以照做 你可以假设说 哦 你看看 x三分之一的积分 会等于负三的 x四三分之一 我一样放负一跟一 算出来 还是零啊 那是因为你根本就 计算错误 它根本就不能积 它在这个积 在这个路径当中 它并不是可以解析的 你叫它怎么积 但是只要我避开那一点 它就变成可以解析 就可以积了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我们要怎么做 在我们做之前呢 我要先做一个简单的 我算在这边 那我把中间呢 留给我们整个的 定理的证明 我们来证明一个定理 十轴上有 simple pose 记住multi pose 不在我们的问题之内 我们先做simple pose 它指的是想 假设这个是实数轴 这个是a a的地方它有奇异点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做一条路径 一个半远 逆时钟 这是a再加上r 这是-a 加上r a减啊 sorry OK 我们这个路径呢 叫做c2 这个叫做c2 OK 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件事情 我们有个函数啊 在z等于a的时候 有一个po 那是不是这个函数 可以写成为一个b1 除以z减掉 在这边一定有个po 那其他的呢 我叫做gz 因为只有simple pose 所以不包含它的多次方向 它就只有这个 其他这边都是可以解析的 对不对 所以代表gx是什么 is analytic on the x axis 在x的时候上 是可以解析的 OK 那么中间的b1呢 是什么东西 b1就是它的residue fz的residue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件事情 我们要做个积分 要做这个积分 我们做这个c2 fz dz 这个积分 那我们做这个积分的时候呢 我们它会等于什么 是不是等于这两项的积分 对不对 第一项 那么这边是不是要等于b1 z减掉a dz 对不对 再加上c2 gz dz 对不对 不要忘掉 我们这后面要取个limit r 趋近于0 这边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应该把limit趋近于r 写在前面 它一定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是什么 这个积分呢 gz是可解析的 所以在这个路径上面呢 它一定要吻合什么东西 吻合我们的这个ml equation 它告诉我 它一定要小于等于一个 某一个极大值 叫做m 某个极大值 比极大值还有大的数值叫做m 在层上路径 路径是这一圈 它半径是什么 r 是不是层上πr 它一定要小于m层上πr m是某一个数值 前面你要apply一个limit r去进去0 一旦去进去0就没了 所以这个呢 最后面呢 只会在limit的状态下 只会等于0 所以这个呢 只会等于这个 只会等于这样 所以我们只要积这个就好了 这个怎么积 我们是沿着这个积 所以最简单的积法 就是按照以前 我们把z呢 换成一个跟时间 跟t有关系的一个函数 我们将z 换成一个z t有关系的函数 我们将c呢 用一个函数来表示 c会变成什么东西 它这个圆嘛 对不对 圆的话 圆的话我们一般的表示是 半径是r exponentialit的 这个就是了 所以r exponentialit的 但因为原性点在a 所以是a再加上这个 把它位移过来 OK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z 我们用这个equation来描述它 那一旦是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就来积这个东西 你记得吗 我们以前怎么积一个路径呢 假设你可以用这样的表示是 我是否可以写成 写成是什么东西 写成是什么 我将f呢 本来是z 我用zt来表示 然后后面呢 z的 t的 微分 对t的微分 对t积分 对不对 这以前是这样 那我现在是把它表达成f 这边用f来积分 所以本来以前z从0 从这个地方积到这个地方 它从这边积到这边 以θ来讲就是从0积到π 解决了嘛 所以我就开始从这边开始 所以它是不是相当于 0积到π 第一个 z用zt来表示 所以第一个 b1是常数 放在这边 下面的z呢 用a 再加上r exponentialiθ来表示 它要减掉a 所以就没了 对不对 最后呢 乘上z dot z dot z dot 会变成为 ir exponentialiθ ir exponentialiθ dθ 你积分一下 发觉 它等于多少 πi i乘上b1 b1是什么 resitive 所以就代表这整个就是 πi乘上这个resitive 证明得到了 也就是我们沿着这个 那我们这个呢 刚刚好我们的路径是怎么样 我们要选择一个路径是 是这样子的 它会等于 什么东西 这整个积分 这个黄色的积分呢 是不是可以等于 整个的积分 减掉 在这个位置上 一个 小小的积分 我们已经说过了 我们要做这个 我们要把它看作为 这个嘛 它的principal value 它一定会等于 一个完整的积分 再把这个洞挖掉 完整的积分 再把那个洞挖掉 所以假设 这个洞 暂时先不管它的时候呢 它会变成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就是什么 这个积分就是 这个东西的积分 它会等于2πi submission 所有上半部 被框框框起来 上半部 但是无穷大的 residual 对不对 在减掉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抱歉 我这边算起来 我记得是不是应该要有负号 没关系 我减掉这个 减掉 这个 这个是不是等于 负的 绕过来 因为我们这边是从那边绕过来 是不是等于负的πi 所以负负得正 是不是变成为 加上 πi 在上 所有 x轴上面的 po the resident 对不对 了解我的意思吗 就变得非常简单 那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把type4 写在这边 这边我们就写的 principal value of这个积分 会等于2πi sum 所有 在上平面的 pore的 residual 再加上 πi 乘上 sum 所有在x轴上面的 residual 就好了 好 我们来看一体立体 然后我们呢 这张正式的结束 请计算 principal value 它会变成什么 第一件事情 这一看 就可以分开 这边可以写成为x-2 乘上x-1 那就代表我的pore呢 假设把它写成为 pore的时候 把它写成为fz 等于 z平方 减掉3z 再加上2 乘上z平方 再加上1 所以has pores 有哪些pores呢 z等于1 z等于2 对不对 这两个告诉我们 那这一边呢 还有什么东西 z要等于什么 正负i z等于正i z等于负i 所以我们把它编号 1 2 3 4 你告诉我 哪两个pore 是在x轴上面的 1跟2 谁在正上半平面的 3 所以它的principal value 上面的那个 上面的那个 等于2pi i 这两点的residue 等于正i 的residue fz pi i里面有两个 第一个residue呢 是在那边 z等于1的地方 以及residue呢 z等于2的地方 就解决了 简单到不得了 对不对 所以呢 2pi i 这个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把它那个pore 沉掉 所以这边呢 我可以写成为 z z 减 1 z 加i z 减i 这几个点分之1 然后呢 这个是讲i 那就把这个 成掉 成掉之后就不见了 然后把i带进去 就变成 i 减2 乘上i 减1 乘上i 加i 2i 分之1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pi i 乘上 这两个 这两个你要求第一个的时候 把它沉掉 把1带进去 所以会变成1减2 乘上1加i 这么1加1嘛 就变成1平方加1分之1 再加上 把2带进去 2要带进去 就先把这个沉掉 就变成这样子 变成2减1 乘上2的平方加1 算完了 解决 非常简单 好 请大家操一下homework